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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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洛哥》是非洲西北部军阅制国家 非洲国家? 沒錯!我又去了非洲了! 好了 算是埃及之后 第二个非洲的城市 我现在身处的位置就是摩洛哥 其實我都没想过 那么短时间我会去两个 不同的非洲国家 但是去完埃及之后 我发现几个挑战性 在非洲国家去讀游 那两个星期之后 就选择过来摩洛哥 那身后呢 就是这个这么伟大文明的建筑 那我现在就去了解一下它的历史背景 这个是富陶比亚清真寺 是摩洛哥 玛利加斯 规模最大的清真寺 建筑于1147年 到现在已经有875年历史了 那我刚刚呢 就进了清真寺里面拍摄 那我是问了当地的信徒 如果没有问题呢 我才进去拍摄 那这个位置呢 就是清真寺的出入口 进入了清真寺之后 男同女有不同的位置去祈祷 一般来说 信徒每天分了五次祈祷的时段 刚才走着呢 就见到一个广场 那我就目测见到呢 下面有大概有三百个人 排队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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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建议可以在这里买 那我现在呢 身处的位置呢 就是摩洛哥的 Marikash的城市 那这个城市呢 最主要是分了两个的区域 第一个就是新城区 第二个就是古城区 那他们两个之间的分别呢 就是有一个城床去左隔 那刚才我搭的士过来hostel的时候 那司机就说 你现在住的位置是古城区 所以呢 我收的价钱不特别贵的 虽然我不知道我关联性是什么 可能因为游客区 那我都给多了钱的 得而且确 那值得一提啦 古城区这边呢 是 Hello 古城区这边呢 是特别多犹太人居住的 在Marikash最繁荣的时期 大约有3万名犹太人居住 和超过35座以上的犹太教堂 之后有个自称自己是导游的男孩 说会带我找广场的出口 但是基于大家语言不通的关系 他有他的阿拉伯语 我有我讲英文 初头以为他是出于好心 带我去找出口 但去到出口的时候 他就停下来问我拿贴士 和这一大区域仍然是贫困区 有很多破格的楼宇也没有翻身 之后我走了去世界最古老 也是非洲最大型的露天市集 但是呢 要小心 因为当地人也会用尽不同的方法 去赚游客钱 谢谢 拍照是要付钱的 所以我是不会走到拍照 但我拍片就不同了 因为他不知道我在拍照 他见我拍得这么开心 就走过来要求我付20欧 亦都相等于港币160元 那当然啦 我最后是没有给他要求我付的金额 在这个市集唯一没做错的决定 就是喝了好几杯果汁 因为真的超级好喝 我们还做店主帮忙看铺 出发去摩洛哥另一个地方 叫做Its Bin Haddu 顺路经过一座山峰 叫做Alham Certain 这个是阿拉伯雨来的 所以我说得应该没那么准确 但是这座山峰 就看上去的确有点像大武山 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 叫做Ait Bin Haddu Ait Bin Haddu Valley Ait means like big family And Ben Haddu He was like the chef of the family like the boss, the leader 我现在在Ait Bin Haddu 这个位置就是一个堡垒 亦都是权力游戏的拍摄场地 刚才当地人就说 这里的场壁全部都是由和港草 和泥土去建成 所以相对上就不太坚固 那每两至三年 他们就不准下一次收集 离开景点之前 必度的地方 就当然是手信舖 那我们就会简称它为水雨点 而这个领队 在我们面前示范中东头巾的爆发 因为沙漠风沙多 包头巾就可以用来挡风沙 亦都可以挡太阳 同时又可以抹汗 所以大部分的中东人都会包头巾出街 坐车坐到屁股痛了 那上回车之后 我们就去Valley of the Roses 和Daze Canyon 原来都看到有很多羊帽帽帽 大迁徙 这个就是Valley of the Roses 有人就会叫它做手指公山 是一个很适合飞航拍的地方 而这里就是Daze Canyon 是摩洛哥东部一个峡谷 当地有不少人都会过去消遣和打发时间 哈哈哈哈 这个游泳池就是我们去沙漠之前 最后一个消暑的地方 今集到这里 下集会带大家去沙克拉沙漠之旅 感受史上最尴尬的非洲音乐show 和带你们去摩洛哥不能够错过的 男性打卡热点 喂喂喂喂 别走着先 临走之前 记得like,subscribe and share 按下旁边的小铃 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任何一条片